在重庆永川,有一位不像命运低头的小伙子,他用身体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,他干着一份客服的工作,而每天只花两块钱吃饭,他想努力赚钱,为残疾的父亲早日装上一只。 今年23岁的王国平出生于农村,一个贫困家庭,小时候他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母亲在家务农,父母辛苦挣钱供他念书,眼看着就要毕业了,全家即将迎来好日子。 没想到厄运降临,4月25日,王国平的父亲干农活时出了意外,下半身被卷入炫耕机。 眼看父亲命悬一线,王国平冲入稻田,把父亲一路背上救护车,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 手术后,父亲终于脱离生命危险,但只剩下一条肿得发亮的腿,生活不能自理。 王国平的母亲因为操劳过度,救兵复发住院。 在艰难时刻,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,他用115间的身体,背起体重差不多的父亲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。 暑假里,王国平去打工挣钱,凭借着做云客服期间的优秀成绩,他获得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和以企业合作的一份客服工作。 上班期间,王国平每天在食堂只花两块钱吃饭,他想赚钱为父亲装上一只,让父亲重新站起来。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,其实王国平同学变得非常非常省吃俭用,我跟他做过一次简单的交流,他说他今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挣更多的钱,让父亲的病更好一点。 公司得知王国平的家庭遭遇后,组织员工为他捐款,在王国平的手机里保存了一份恩人名单,这些都是在他父亲出事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。 目前,王国平一边干着客服的工作,一边背着父亲到医院进行复查和康复训练。 王国平说,小时候父母背着他长大,现在他要背起父亲,撑起这个家。 我这边是才出来毕业,然后自己的一个积蓄也不是很多,每个月给到家里面的钱也不是很多,所以说目前的话,经济上面其实存在一定的困难。 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一个努力,然后让爸爸尽快攒起来,给爸爸装一个更好的椅子,让他后半生的一个生活能够攒力。